好我们要来看到现在呢是拿这个旅理师小舰长来开刀嘛 因为绿营现在眼里要砍退役的这个校官 他们的月退缝 好那我们来看呢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小舰长旅理师 他之前呢到大陆去参观了珠海航展 那也非常幸运的抽到解放军运输机运20 这个运输机货舱的参观资格 他登上运20的时候开心的双手比赞 那接受陆媒采访时他哽咽的说 要让台湾观众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强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 惹来了一些批评 那当然还有一些绿营啊相关人士的这个出征 好那这个资料来源是来自这个台湾那点视儿 就讲说台湾一个退役的舰长都可以上运20了 你们要有自信啊要宽大的心胸啊 好那我们来看到呢前立委沈富雄就说 绿营现在是不是太过敏感了 太小家子气反对用钱去处罚 用钱能够让人收敛改变意识形态那好办 但是现在在钱的方面主演的话 很多的军官大概呢会很反感 这个你损失就会非常大了 好那我们往下看哦 这个亮哥呢他说这个并不是解放军来办的 参加的这个参展商呢800多家 世界各国47个国家分成很多的展厅 有13个展区像是美国法国都去了 那主要呢好就说他们现在绿营的作风呢 这个作为法就是要恫吓军人 民进党可能接下来就要修法 要把它改成是校级以上 好就有可能会被砍相关的月退缝 那民进党立委邱志伟呢好就是他来提案的 他说像吕李施这类校级以上军官 而且他是舰长在对岸损及国家尊严的言论 那应该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 退休缝也应当要予以取消 同时他讲对领友终身缝的校级以上人员 退伍后仍与国家维持功法上的关系 所以要有这个特殊的忠诚义务 如果有损国家尊严的行为 应当要按情节来停止他的月退缝 那我们看到国民党立委洪孟凯呢 他认为吕李施他当然是要对自己的言论来负责 但是感觉只要是不是跟赖政府 跟我们的这个民进党他们讲不同的话 就要修法去砍退休缝呢 就是要用青鸟来对他出征 这个侧翼啊网军来攻击 好那网友讲说 那难道台独党纲有忠于中华民国吗 那个务实台独工作者说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是对中华民国的不忠 是不是要请绿委来立法处分呢 好这个不要这时候搞双标哦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 这个这个马文君呢 他就讲说国防部编列的预算显示 参谋本部竟然有临时人员年薪195.4万 相当于月薪高达16万2833元 比月薪16万的次涨还要高 那国防部呢 其实有去调查 查了三天就回应说 这名约聘人员的薪资 是驻美办公室两项劳务人力合约的给予 预算编列都是参考商情定价的底价 并且呢办理开标作业 后续呢依法依这个绝标的金额来编列预算的 这是符合美国法规的规办 好那我们要看到这个资深媒体人 卢德云他讲啊 他曾经担任过国防部视察实物职务 自己从来没有耳闻过这样的情况 不可能有这种的劳务契约 那民众党新北市议员陈世轩 他说国防部声称约雇人员符合了美国的规范 照理说那你在台湾不是应该是要符合台湾的规范吗 好我们就是看到呢 这一次的这个国防部的一个编列预算 那当中竟然有临时的雇员 他的这个月薪超过16万哦 比次长还要高 那其实放在军中这已经是上将等级了 顾力熊呢一度说这个是情报次长室的传议人员 但是马上改口说要再回去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领着高薪呢 目前还不清楚 军事预算年年上摇 拿来增强阵力没问题 但股份部被抓包 参谋本部编了一名军事行政的临时雇员 年薪近够达195.4万 平均月薪超过16位 另外狂轰就连军医局的科研人员 15人也只编436位 平均月薪也才2万4而已 他是什么样的临时人员 一个人一个月可以领16万多 我不知道他是乱编 还是这是要让我们去省的这样的预算吗 我想应该是他们联俄的传译的部分吧 应该是蛮资深 沃利熊第一时间 说是情报参谋次长是翻译 但又突然改口这么说 我们回去再了解 因为可能也许刚刚的讯息是有点 我们再去查证一下 网友炸锅难道又是另一个林非凡吗 16万在公司是总经理等级 老板不认识总经理不会太好笑吗 这工作内容该不会又是国防机密吧 16万已经是上将级的薪水了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劳务 是思想受受给这特地的人还是怎么样 那你越不讲情有 这些干部来讲会有一种相对的剥夺感 约薪16万在军中直逼上将级 放到各部会比次长的薪资还可归 国防部回应 这是驻美办公室两项劳务人力合约 按照参考商情定底价 以绝标金额编列符合美国法规 不过据了解 这16万高薪的工作内容 是在美国办理驻美军事代表团的 膳食勤务和清洁 哇你是米其林三星主厨吗 即便是大城市就是4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 不管怎样它都是非常高线的存在 我们聘人到底是用中华民国的 政府的标准聘人 还是用美国政府的标准在聘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约聘雇人员 要用次长等级去聘用他 国防部的说法再也不美丹 毕竟16万这高薪 连很多正职的上班族都要不可及 记着王志文草丁函 台风不到 K.S.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录全壮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æоронs